今天呢,我们这里下雨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但是呢,你们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其实呢,我是一只可爱的小狐狸,只要一遇到下雨天,一念魔咒,我就会马上变身。 所以呢,我今天把这个小秘密提前告诉你们一下,一会儿等我变身的时候,免得你们会被吓到。 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个就是我的真实身份了,这个秘密不要告诉别人哟。 那今天下雨了,我就来吃一个咖喱火锅。 之前呢,吃过冬英宫火锅和辣白菜火锅,今天呢,就要吃我另外一个最爱的咖喱火锅。 我们这里吃火锅呢,一定要蘸麻酱吃。 麻酱呢,是火锅的灵魂,如果没有了麻酱,那将失去了火锅独有的味道。 但是呢,在中国分为南方和北方,南方和北方吃火锅的习惯还不太一样。 北方人呢,都喜欢蘸麻酱吃,南方人呢,一般都喜欢蘸一些汁,喜欢蘸什么汁我不太清楚,但是去饭馆吃的话,会有一些蒜汁,海鲜汁,他们可能来蘸这个吃吧。 但是呢,我还是吃不惯,我还是最爱蘸麻酱吃。 先来看看我调的麻酱汁,就是火锅蘸着这个麻酱汁,非常的美味。 虽然我是一只小狐狸,但是火锅是我的最爱。 在后面的视频里呢,有调麻酱的方法。 站着它吃,简直是人间美味,让我这只小狐狸,都对它的味道爱到不行了。 开吃。 羊肉片。 嗯,好吃。 人间美味啊。 咖喱火锅我的做法就是, 先上锅加水,把水煮开以后, 放两块咖喱进去, 然后再放一袋牛奶进去, 搅拌均匀,等水开后, 放入各种你喜欢吃的蔬菜和肉, 一煮,然后再蘸这个麻酱来吃,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吧。 食材呢,像我比较喜欢吃, 羊肉片, 肉片,肥牛片, 各类的丸子, 比如鱼丸,牛肉丸。 然后蔬菜呢, 比如金针菇, 生菜, 油麦菜, 等等等等, 你所有喜欢吃的任何的菜, 都可以放里面煮。 青笋。 肉已经煮熟了, 可以吃了。 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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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饼 給油分 masculine妈生 heures。 吃 菜 菜 菜 kefir leaf菜 Estay 菜, 奶油你们 Wheeler。 好电子里有味的黄One rasa炭腐却。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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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了 接下来就一起重点来看看这个麻酱汁是怎么调的吧 Let's go 首先我们先来准备一下食材 把冬瓜先切一下 接下来再切杏鲍菇 再切一下豆腐 再切一下玉米 再把红肠切一下 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呢都是我喜欢吃的菜 你们也可以准备自己喜欢吃的菜就可以了 下面来调一下酱料 下面来调一下酱料 先来切一下蒜 再来切一下小米椒 再切一下小葱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火锅蘸料 首先放这个芝麻花生酱 我们这里吃火锅呢 一定要吃这种麻酱调出来的蘸料 因为它是火锅的灵魂 因为它是火锅的灵魂 没有了它火锅就失去了美味 所以就来看看我来调这个灵魂麻酱吧 再来放这个腐乳 我们也叫姜豆腐 再放入韭菜花 再放入一些白糖 加入一些清水 搅拌 麻酱已经调好了 再放入一些白芝麻 再放入一些醋 搅拌一下 是咖喱块 接下来我们在小火锅里放上水 等待水开 水开后 放入两块咖喱块 再放入一袋牛奶 搅拌一下 使咖喱块完全融化 再挤入一些柠檬汁 现在已经开锅 把喜欢吃的食材都放入到锅里 一煮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把这个调好的麻酱 放一些到这个小碗里 然后把小米椒小葱蒜 都放到这个麻酱里一半 等食材煮熟了 站着吃 很香很香的 制作方法看完了以后 它的重点就在于 只要把麻酱汁调好了 火锅的味道 就会变得很美味 因为火锅呢 其实就是水煮菜 非常的简单 它的美味呢 就在于如何调好这个麻酱汁 所以喜欢吃火锅的你们 可以试试这个 蘸麻酱的吃法来尝尝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话 就帮忙订阅加按赞吧 明天呢雨就停了 我呢就要变回原型了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 要帮我保守这个小秘密哦 拜拜 拜拜 下集完 下集完 下集完